好了 同学们 刚才对角做了一个简单介绍 那么接下来咱们来看两道小题目 过一过 第一个 把一个平角分成两份 你能得到什么角 你觉得能得到什么角呢 有人说直角 有人说锐角 有人说顿角 贝贝说什么 贝贝说有其中可能呢 朋友们 有其中可能 首先得看你怎么画 你如果从中间一分呢 得到两个直角 对吧 那如果你不是从正中间分的 你是斜着分的呢 这边这个小于90度的叫做锐角 而这边这个大于90度小于180的就叫做顿角 对吧 所以能够出现的情况应该是锐角 直角 顿角都有可能 好了吗 好了啊 思考问题要稍微全面一些 这是例题的第四题 那么咱们再来看看下一道例题 例题第五题 下图当中有几个锐角 几个直角 几个顿角 还是你先回答 答对了没有 让我们来看一下啊 在这里边我想问问大家啊 这里边有一个小拐弯在吧 什么意思 那叫做直角符号 这个叫做直角符号啊 有这个小拐弯的说明你是90度的 这里面有几个小拐弯 两个 所以 所以直角是不是就两个 好了 直角有了 直角有了 咱们再看看锐角和顿角 小于90度的是不是叫做锐角 这个 从这到这 从这到这呢 这也叫做直角了 这个是不是也是锐角 这个也叫做锐角 那所以锐角其实是有三个 最后一个顿角 顿角有几个 你看到这儿是不是它还是一个直角呢 所以你要找到顿角 是不是只能是全部包含里边才能是一个顿角 那因此顿角事实上是有一个的 好 朋友们 那么这道题答案咱们就出来了啊 三个锐 两个直 一个顿 你觉得不觉得老师在讲这个题的时候特别费劲 老师都说 这个 那个 那个 这个 到底哪个 没名 没名很痛苦啊 这个同学 那个同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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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 那个 同学 小明 小红 小亮 小金 豆豆 毛毛 黄一黄 你有名我是不是就好点了 所以咱们也得给我们的锐起个名 锐起名的时候怎么去读它 来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说用符号这个东西表示一个锐 那锐在读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按照边角边的顺序 这条边 O A 这条边 O B 所以你在读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读做角 A O B 边角边 是这样就读出来了 当然了 有人说老师我读成角 O 呃 角 B O A 行不行啊 也可以 从哪条边开始读起 这个没有关系啊 好 咱们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幅图 在这幅图当中这里边出现了角二 角三 是不是还有个角一啊 那老师问大家 这个角二还可以怎么读 如果用字母来读的话 角二应该怎么读 那我先来 我先来啊 角二包含角二是这条边和这条边 所以边角边先读这条边 这个是 D E A D 读做 D A D 是出来一个 那接下来你来啊 角一 角一应该怎么读 请选择 嗯 角一可以怎么读啊 事实上角一有好多种读法 这条边和这条边是包含角一啊 所以你可以读做角 B C D 你也可以读做角 B C E 因为无论是 D 或者是 E 是不是都在这条边上 通常情况下 咱们读D的稍微多一点点 嗯 事实上 那当然了有同学问老师 我反过来读行不行啊 我读成角 D C E B 可不可以啊 也可以 对吧 只要你满足先读边 后读景点 再读另外一条边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那么角三呢 咱们就不说了 那通过这个 是不是大家对角的读法 现在可以了 可以就行了啊 呃 那这篇咱们就翻过去了 那么接下来的题目 留给大家 我打算